我供民分局侦查罪 没关系 关系 我过去下来 看到警方到来 阳性嫌犯和家人一脸警惕 接着他被请到一旁问话 让他来处理 不先带你回去 远警都找上门了 阳性嫌犯似乎不意外 因为他早就犯下大错 监视器牌下小货车 可以进巷子内 一点一点倒退路 可以进一处铁皮屋 过没多久 接着左掌离开 而这一趟不是来送货 竟然是打算路人殴打 当时车内的就是37岁 阳性嫌犯的妻子 他利用公司车 前往51岁成姓被黑人家中 一忽然胁迫对方上车后 将他载到500公尺外的 农产公司施暴 最后将他丢包到 6公里外的公僚 距禁长达12天 一直到15号早上9点 被韩人浑身是伤 捣握在花园县受风箱的公僚 才被路过民众发现 事后警方调查 两个人竟然是邻居 先前有几万块的债务纠纷 如今再为了整地问题起争执 这才动手犯案 前案依涉嫌妨害自由及伤害罪 移送地检署侦办 并建起将杨林二贤 向保院准以羁押禁件 遭到殴打 曾经被骇人双脚多处擦错伤 无法行走 身体严重脱水 警方依法逮捕多人 要让他们为自己的暴行 付出代价 最后华联综合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